11面的奖牌是国家队在境外举办的奥运会当中 8月29日 奥运健儿们抵达香港 正式开启为期三天的访港活动 在机场的欢迎仪式结束后 到了晚上 香港特区政府举办了欢迎晚宴来招待奥运健儿们 香港很多大人物都参加了欢迎晚宴 一项热衷于体育活动的霍家 从事体育和奥运相关事业的霍真廷和霍启刚父子俩 也现身奥运欢迎晚宴 霍真廷在机场的欢迎仪式上就被捕捉到了 在欢迎晚宴上 老爷子上台发言 为了照顾奥运健儿们 他特意用普通话发言 已经78岁的他说起来超级费劲 但还是努力发音 他的烫嘴普通话超级可爱 把看直播的网友都逗笑了 纷纷评论道 老爷子快急死了 我都觉得他快喘不上了 说粤语还有一边能听懂 一说普通话 两边都不懂了 还不如让老爷子坐巴士吹风呢 如果你能听懂古天乐和蔡绍芬的普通话 那你就能听懂霍老爷子的普通话 像我奶奶努力跟他的哈尔滨亲家讲普通话的样子 哎呀 我没有不尊重霍爷爷 但我觉得晶晶应该会想笑 老爷子真的很努力在讲普通话了 不过和张家辉 蔡绍芬 霍问熙这些香港艺人一样 那一口烫嘴普通话超级可爱又让人觉得亲切 老爷子最近很出圈了 带着香港奥运健儿们坐着巴士出行时 风吹乱了他的头发 他拿出梳子来整理一容一台 把后面的江明慧逗得哈哈大笑 霍企刚的普通话那就好很多了 跟过晶晶恋爱结婚后 他的普通话说得跟广东话一样好了 这次参加欢迎晚宴 他嫁亲露鼠 见到了这些奥运健儿们 就跟见到囊家人一样 丝毫不陌生 尤其是见到跳水队的队员们 那更是跟自己人一样 在记者见面会结束后 现场的人开始找奥运健儿们和影拍照聊天 没想到霍企刚一下子就找到了全红缠 两个人就聊起来了 霍企刚看着他 跟看自己妹妹一样 关键他们还不是简单的寒暄 等聊了好长时间 霍企刚跟哄孩子一样 郭晶晶超级喜欢全红缠 在赛场上 全红缠还特意去斗郭晶晶 被斗之后 郭晶晶也是宠溺地看着他 爱屋即屋 霍企刚也喜欢全红缠 不知道他俩聊的什么 挺让人好奇的 也说不定是郭晶晶给霍企刚的人物 让他照顾好全红缠 话说回来 霍企刚和郭晶晶相识 就是在奥运健儿访问香港的活动上认识的 那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结束后 奥运健儿访问香港 霍企刚特意去找郭晶晶要签名 随后奥运健儿们从香港到澳门 霍企刚又追了过去 两个人的缘分由此开始了 霍家队推动奥运健儿们访问香港 仪式贡献很大 1984年霍英东设立霍英东体育基金会以来 该基金会每届奥运会后 都会为霍奖运动员提供丰厚的奖励 每次奥运健儿们来香港 霍英东体育基金会都会参与其中 奥运健儿们对这父子俩也很熟悉 有很多人都主动晒出了他们的合影 也是双向奔赴 全红衩真是太可爱了 晚宴上竟显射牛本色 与霍企刚两人聊不停 让霍企刚一脸笑容 看来谁都喜欢全红衩啊 事情起因 8月29号 中国的奥运健儿们在香港参加了一个晚宴 在晚宴上全红衩跟莎莎两人可谓是吸引了全场的目光 大家都争先恐后的合影 看来都是很喜欢这两个魅宝呢 别看全红衩年纪小 可是已经拿了三块奥运金牌 真是了不起 而且他还尽显射牛本色 在晚宴上古灵精怪的 与霍企刚聊了很久 霍企刚还特意弯腰跟他说话 看着就觉得他特别照顾人 之后霍企刚心满一族的微笑离开 看来咱们的全红衩又发挥了自己的高情商 这谁也招架不住他的可爱啊 全红衩虽然年纪小 但他的故事真是让人佩服 他这么小就经历了两届奥运会 还拿了三块金牌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更难得的是 他在面对成长中的各种困难时 从来没有退缩 像他这么努力的小姑娘 不光是咱们体育界的骄傲 也是年轻一代学习的榜样 他一直告诉大家 有热爱就要去追 不要怕失败 这样的精神真值得点赞 另一边的莎莎也是 开了这么长时间的会议 和马龙两人偷偷想吃点东西 还没吃两口就被人叫走去合影 萌萌的小脸 但别提多可爱了 小小的包子脸 你说谁不喜欢呢 网友评论 此事一出 网友们也是议论纷纷 有网友表示 孙颖沙全红蝉走到哪里 都是自带光芒 万众瞩目 当属自然 沙宝太可爱了 走哪都不忘吃 忙吃忙喝忙拍照 龙队 我容易嘛 我是真啊 我带了乒乓队 还要带跳水的 霍先生进场就在那找牙找找 好半天 应该是晶晶让跟全宝问候叮嘱啥 没看到樊振东 是躲在角落偷吃吗 霍启刚是真喜欢产宝啊 一个扶名侠 一个郭晶晶 都是在这个晚宴上遇到的老公哦 产宝问霍启刚 安吉来梅 蝉宝小小年纪就见大事面 全红蝉是不是有某种魔力 为什么连港澳台都很喜欢他 还有他提起谁谁都被带忘 不得不说 这两位真的是太可爱了 这才是这个年龄段该有的 很青春活泼 奥运健儿金牌队 开启了为期三天的香港活动 马龙现在就是超级冠军的姿态 无论什么活动 他都是领队人物 昨天欢迎仪式的三个C位冠军分别是 马龙 全红蝉和潘展乐 由霍振婷先生带领 在机场迎接奥运金牌队伍到港 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下图是昨晚香港晚宴的菜单 一共十道菜 菜品非常丰盛 第一道应菜就是烤乳猪 昨天非常搞笑 港媒贴脸开大 直接叫反正懂小胖 记者说希望小胖不要介意 因为大家都这样叫 但是看起来你没有那么胖啊 港媒还让反正懂多尝尝香港美食 哈哈哈哈 旁边的马龙一直在憋笑 根本忍不住 马龙也回应了关于自己退役的工作安排问题 他说有了消息会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 目前还是保密阶段 期待哦 工作量太大 马龙饿到边走边吃 龙队的吃相 偷感很足 哈哈哈哈 国平队怎么都容易饿呀 孙颖沙也是边走边吃 而全红缠妹妹是社交小达人 和霍启刚不停热聊 网友调侃霍启刚 刚哥就是喜欢和游泳冠军聊天 有问题嘛 没问题 哈哈 全红缠和霍启刚在后边热聊 孙颖沙在前边大吃特吃 没办法 孙颖沙太受欢迎了 粉丝太多了 他昨晚完全就是打卡点 饭压根吃不好 全程都是在低头签名和微笑拍照 下图中三位男士看孙颖沙的眼神和笑容 都是看自家闺女的骄傲啊 沙沙好嘞 一边签名一边撇嘴 哈哈 港媒昨天拍的照片也非常有意思 火眼金睛的全红缠 还有火眼金睛的王储清 徐家瑜分享了他和霍振婷 霍启刚父子的合照 插入小话题 徐家瑜就是央视主持人王冰冰的男朋友 全红缠和孙颖沙的合照 好多人啊 孙颖沙好抢眼 29日 刚刚征战完巴黎奥运会的国家队运动员 开启了为期三天的香港之行 抵达当天 所有团队成员均受到了香港各界人士的欢迎 让他们真切感受到了来自香港的热情 全红缠无疑是这次赴港运动员里 最可爱 最引人瞩目的一位 刚进入会场 霍启刚不顾嘈杂的环境 穿过一众人群 直奔着为小妹妹而来 俯视冒腰 亲切地跟全红缠单独交谈 全红缠也很认真地回答着霍启刚的问话 两人一来一往交谈了多时 霍先生对缠妹显得非常亲切 或许是因为郭晶晶与全红缠同为跳水运动员的缘故 此前郭晶晶也公开表示过对全红缠的喜爱 也就让两人的交流更加顺畅 全美一脸认真地回答霍启刚问题 反倒是霍启刚像个小粉丝一般 满脸笑容 兴奋之情异于言表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霍先生的喜悦 全红缠也试用可爱 征服了香港晚宴 跟孙尹莎 邓雅文合照时 缠宝直接懒懒地躺在邓雅文的肩膀上 宴会上 全红缠也眉闲下来 喝可乐的时候 透感十足 又充满了幸福 嬉笑的表情格外有趣 后面她还当场表演了龙土水 全场最可爱的人非全红缠莫属 难怪她能成为最受欢迎的运动员 甚至还遭到了陈一文偷亲 实锤疼宠妹妹 另一位备受偏爱的运动员 已是与谁有关的游泳运动员张雨飞 霍启刚与张雨飞单独合照 相较跟全红缠热疗时的轻松顽皮 霍先生跟张雨飞的合照就显得重规重矩 水上项目备受霍家偏爱 倒也有充足的理由 毕竟霍家现在的女主人是郭晶晶 张雨飞比赛时霍家老爷子和霍家两位公子 都曾到场观看 张雨飞在采访环节时 也表达了自己对香港美食的喜爱 甚至秀了粤语 虾脚和叉烧包被小姐姐列入自己最喜欢菜谱里 霍真廷晚宴当晚也在场 她秉持着对水上运动的热爱 跟秦海洋单独合照 霍启刚与秦海洋合照时 便少了一丝严肃 多了几分喜感 另外一位人妻王 就是大魔王孙颖莎 在晚宴现场的多位政要 争相与其合照 甚至还能放下身段排队等孙颖莎的签名 马龙同样是备受关注的一位运动员 在接受重要会见时 对方表示自己也喜欢打乒乓球 上学时也会代表班级打比赛 马龙回问是打直板还是横板 得到了直板的回答 从两人的对话中 看得出对方对马龙的喜欢 无论是跳水还是乒乓球运动员 都是此次香港之行备受关注的 不愧是梦志队 未来两天 奥运军堂还将在香港 继续一些公益活动和宣传 会有更多的香港市民 与这些奥运冠军有亲密接触的机会 也预祝奥运军团的此次香港之行 一切顺利 大家都知道巴黎奥运会 中国运动健儿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加上香港和台湾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中国是绝对第一 虽然现在奥运会已经结束了 可是奥运健儿的运动精神 和获得这么好的名誉 一直被大家歌颂 在8月29日内地的奥运健儿还去香港了 当然了为了迎接中国内地的奥运健儿 香港的名人几乎都出来迎接了 其中让小伙伴们非常熟知的就是 郭晶晶的家人的 据悉郭晶晶的老公霍启刚 还有公公霍正廷都来了 可惜的是大家没有看到 郭晶晶和霍启刚的弟弟霍启山 看来郭晶晶应该在家照顾孩子 没有过来 而霍启山也应该忙于其他的事情 虽然郭晶晶没有来 可是霍启刚在现场和全红蝉热聊还上了热搜 据悉全红蝉也是跳水冠军 和郭晶晶都是一个领域的运动员 所以霍启刚看到了全红蝉也是非常激动 当然了全红蝉看到霍启刚也是很开心 不知道他们现场都聊些什么 霍启刚和全红蝉看起来都非常开心 要是郭晶晶在的话估计会更好 毕竟郭晶晶和全红蝉都是跳水冠军 两人见面话题更多 据悉过晶晶在巴黎奥运会当裁判的时候 还跑着和全红蝉合影 这次来香港的奥运冠军有很多 就看到霍启刚和全红蝉热聊了 其实在欢迎内地奥运 进而来香港的这个活动上 霍启刚的父亲霍真婷也来了 当天的霍真婷身穿黑色西装 搭配白色衬衫状态非常好 让人惊喜的是 在这次活动上霍真婷和霍启刚还戴着同款领带 他们的领带上还有香港的港旗 看来这次来参加活动的香港名人都带着这款领带 不得不说霍真婷太重视体育项目了 每次有重要的活动必须亲自参加 就连在巴黎举办奥运会期间霍真婷还带着儿子霍起山亲自为香港寄件选手助阵 让他们欣慰的是香港的江明会才女孩真的获得了金牌 据悉在江明会比赛的时候霍真婷和霍起山亲自在台下为这位才女加油 不得不说郭晶晶的公公太重视这次奥运会比赛了 其实郭晶晶老公霍起刚的家族本来就是从事体育领域的 所以霍真婷还让霍起刚找了郭晶晶这样的儿媳妇 当然了郭晶晶嫁给霍起刚之后也是很接地气 每次外出都是和普通人一样 甚至有时候他们比普通人还节俭 当然了郭晶晶不仅是曾经的跳水皇后 还是颜值很高的大美女 从内到外都很美 现在的郭晶晶和霍起刚的爱情故事 可以写成一部传奇爱情佳作了 另外这次内地奥运健儿来港的意义也很大 除了全红衬之外 还有王楚清 樊振东 孙颖 沙 潘展乐 马龙等65名运动健儿都过来了 估计在这三天之内他们会传授自己怎么成为冠军的励志故事 好让香港的运动员学习一些冠军的不同之处 全红衬随中国代表团抵达香港 到港后第二位出击 紧随马龙身后 在机场妥妥的C位 不要看我们年纪小 贡献可不少 全媒站攀展乐边上 最萌身高差 也难为摄影师了 镜头拉近就看不到全媒了 只能拉远镜头 全红衬受到李志和和香港市民最热烈的欢迎 徒为全红衬和李志和老先生握手 李志和是一位香港85岁老人亲自站起来和全红衬握手的瞬间 为什么这个握手这么有热度 原来这位老人是香港著名的实业家 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 被誉为澳门新赌王 是香港的重量级人物 所以他在欢迎队伍的最前面位置 他主动站起来和全红衬 攀展乐 孙颖杀三个运动员握手 全红衬过去的时候 欢呼声达到顶峰 最热烈 这就是全媒在香港的受欢迎程度体现 被全红衬可爱到了 记者提问时 踏水灵灵地站起来了 像极了回答问题的小学生 一连萌萌的状态 记者会后 香港特区政府为奥运兼儿们举办欢迎酒会 酒会上全媒可不拘谨了 还吃吃该喝喝 和谁都可以聊到一起 妥妥地涉牛娃 酒会上全红衬和警务处处长合影留念 全红衬开心地举杯庆祝 直言吃死家人们 酒会上最要提的是霍启刚了 我们晶晶的老公 晶晶是全媒的小迷媚 那他老公自然也是很熟了和全媒 全程笑死了 看了欢迎酒会 霍启刚的状态就跟娘家来人了一样 而且他真的好有教养 就算自己社会地位高 面对比自己身高矮一点的人 很有礼貌 做法是弯下腰面对面对话 他的动作估计是屈膝弯腰的 细节决定教养和人品 香港人貌似对跳水队员情有独钟 网友猜测他们两个讲粤语还是普通话 看了直播 两人是在酒会走动时偶然碰到的 随即开启了热聊模式 全媒边此话边说 这是老熟人了 估计全媒还得询问霍启刚为傻锅 晶晶没来 要给他带去问候 大家对他们的聊天猜测不一 因为爱老婆 所以喜欢看跳水 喜欢看所有人的跳水 简直是模范老公呢 近日 奥运健儿们从北京出发 参加了盛大的防港行 几乎 在这次奥运会上比较亮眼的运动员都有参与 其中 国平队和跳水队 几乎是全员参加的状态 毕竟在这届奥运会上 两个队伍的表现都非常好 其实吧 在此前的各届奥运会上 跳水队和国平队 表现的都是非常不错的 是非常为国家队争气的存在 全红禅这次和陈玉希都来了 两个人的年龄偏小 一起参加活动的时候 在会场上 很多时候 更像是学生 显得格外稚嫩 而在记者采访黄杰 全红禅显然是变得更加低调了 此前 有时候记者问一些 比较没有意义的问题 全红禅会直接反驳回去 最为大家熟悉的 那就是 此前有记者问 全红禅累不累 被全红禅反驳 谁不累啊 但是 这一次 全红禅被问 拿了两届的金牌 焦不焦傲 这个答案也是肯定的 没啥意义 但是 全红禅却简短回答 勇往直前 克服困难 确实变低调了 最后 在经历了一整天的忙碌行程后 终于到了晚宴的环节 大家其实也都饿了 但是 晚宴正式开始前 大家还是站着交流 以及 接受媒体的拍摄的 其中 作为香港豪门家庭的霍启刚 也来到了晚宴之中 在这种大场合 全红禅还是偏比较内向一些的 因此 霍启刚多次主动和全红禅进行交流 两人之间的交流肯定是没啥问题的 都可以说粤语 交流起来无障碍 不过呢 眼间的网友捕捉到 在全红禅和霍启刚认真交流的时候 镜头也带到了一旁的孙颖沙 以全红禅不同 孙颖沙应该是饿了 拿起餐前小零食垫垫肚子的时候 不但被媒体精准拍到 还被网友拍到 孙颖沙每吃一口 都有不同的人要上来进行合照 导致孙颖沙一口小零食 吃完花费了不少时间 不得不说 这真的让人笑喷了 孙颖沙和全红禅也真是怪可爱的 两个人也都是各自领域里非常厉害的强者了 祝愿两个人 在彼此各自的领域都能继续创造辉煌吧